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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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人家》 今天是反弹 那是反弹多少 而已嘛 一定反弹嘛 你礼拜六礼拜天就知道会反弹 礼拜五礼拜天就知道 刚才要延期 因为礼拜五礼拜六 礼拜五的收盘就看到 台积电的ADR是涨的 那台积电这么补 涨了六块钱就五十点 所以今天至少会涨五十点嘛 台积电流稿啊 就是他是拳王啊 你看台积电啊 为什么要从台积电讲起 因为礼拜五是台积电啊 开高走低啊 是不是台积电开高走低 没有收最低啦 但是开高走低 台积电没有收最低 大盘就不会收最低吧 没有收最低啊 那今天就刚好相反 所以你说 我跟你讲 这种盘真的是 你要叫我们讲 真的是每天讲的都好像一样 我自己也觉得好无聊 可是我又不是你 你可以不做股票 你可以不用解盘 你可以看笑话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可是我不行 我必须来这边亮个笑 就算是我很不愿意来 但是我还是来了 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但是讲的都一样 讲到自己都觉得很烦 很没有格调 但是还是又讲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是这样觉得啦 我是觉得说 投资朋友 我有一个中心的建议 我个人建议 因为投顾 我们是要收会员 我们节目 买节目是有成本的 要花钱跟电视台买 因为要收会员 投顾又要营业 没有营业也没饭吃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是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说投资朋友 你干脆不要看 不要看我的节目 我越看越烦 我不是看你烦 我是说我越看越烦 我干脆我这样建议 你不要做啦 真的啦 我是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性行中人 我也不会去想要耍杂 我建议说你不要做股票 直接不要做 这个时候不要做股票 很不舒服嘛 如果我是你 我是不会做股票 我一直就会站在场外啦 场外啦 就是不要玩啦 不要算啦 都不要算啦 等以后再玩 不是说 等以后再玩 又不是说交易所不开门 交易所每天都要开门 他就要贪人的钱 他每天要开店 那礼拜六礼拜天 勉强休息而已 不然他每天都想要开店 因为有现金人收啊 怎么办 你来罵他的头头啊 你听我的意思吗 大家也要开门 但是问题是 你为什么不会觉得说 现在做股票很不舒服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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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很舒服吗 你真的会觉得很舒服吗 这样啦 这样感觉很爽快 你很厉害 你说我房地买进了 我就买到最短点了 我听你的放肥 少跟我讲这一套了 我就不信 不要跟我说你多厉害 老师我最近买了4.01块半 你这就买了 你这里就买了 你不要骗我 你这就买了 你这就买了 你这里就买了 5.65你就买了 少跟我讲这一套 我怎么会相信你呢 我整个月我好骗喔 不要骗我 不要骗 如果我没有你可能在这里才买 假设你有买你可能是这里才买 不要骗我 你要赌明天看会不会涨停板 对不对 明天看会不会涨停板 一定是这样想嘛 少跟我讲这一套了嘛 可是我为什么要拿爱普来跟你讲 你很不舒服嘛 因为我们不是赌徒嘛 我们一般人是不是赌徒 我们一般人不是要 要压牌然后翻牌对跟错 用这样赌法 我们不是要去拆 拆了以后收哈 对还是错 对就赚 错就赔 我们一般人不是要这样玩 我们因为这是股市嘛 这不是赌场 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 我们是想要去 去长期去投资一个波段 是不是扎扎实实 去研究它的技术面 研究它的基本面 我们要赚一个波段 我们要真的安心嘛 我们做股票一定是要负个风险 不可能没有风险 股票市场怎么可能会零风险 那零风险大家都要做了 那我们的大家也要算 它一定有风险 那因为我们要追逐它一个利润 我们必须要负担风险 这是相对等的嘛 因为股票市场叫有价证券 它是有价值的 那价值有时候是高 有时候是低 对不对 那就要长期看公司的营运 那短时间来讲要看大盘的环境 对不对 那我讲过了 如果说现在2020年的整个基本面 它是远远大过于2019年 成长性远远大过于2019年 这我不承认 有些公司少数公司 我相信会 会比去年更好更优秀 一定有 可是大部分都不是 大部分都不是 可是有非常多的股票 它的股票涨的一个夸张程度 是远远高过于去年 那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资金行情 资金 所以我们股票 我们股票常常讲到 投资朋友你说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消息面 当然也有资金面 也有泡面 很多 所以股票市场要做到面面俱到不容易 不是只有基本面的问题 那你股票涨起来 当然记者就会跟你讲基本面很好 跌下去它就不见了 它就不讲基本面很好 跌下去就跑了 不然报纸卖不出去 它不能写了 涨上去就大家都会讲基本面很好 每一档股票都有基本面很好的故事 也有基本面不好的故事 反正搬来搬去就好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爱普 因为你爱普 目前我现在不是讲爱普 会不会涨合不合理的问题 因为他们就是有这个能耐 所以这两股票就跟这两股票上来的 之前就讲过很多次 跟世青涨上来 这是一样的 业务是一样的 是不是 这是爱普 没有错吧 那它当然短线来讲 打到了上升的月经线它会弹 你知道吗 因为这短线来讲它会打上去 打到月经线它会打上去 可是问题是 这个时候的爱普 会不会蛮贵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会不会很贵 所谓的贵不是说价格很高叫贵 我所谓的贵不是这个 我是说它的一个 EPS 它未来的获利的一个展望度 能不能支撑它股票价格在500块 它到底是不是 这个价格是不是能够长期的一个支撑在这里 还是说它的价值值应该是100块200块300块 或者是100块以下 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东西 因为这里不是100块 不是这个位置 这是三月份 三月份73块半 现在是565块 这整整多了500块出来 一家公司可以在三个月里面 拿到无限量的订单 让它成长这么高 高倍数吗 我想也不尽难 我们用爱普这两个股票 来跟这个解释 对不对 或者是我跟各位讲这个 今天涨停板 上个礼拜五也涨停板 对不对 说要涨停板 对啊 涨停板 我当然知道涨停板 问题是 他这样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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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来跳去 你会很舒服吗 因为这个股票很少人有 所以我讲出来比较不会得罪人 你觉得你做这种股票会很舒服吗 你不是就在猜吗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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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跳来跳去 对不对 他一跌都是跌很多很多下来 你今天要涨停板跳上去 你做这种股票你会觉得很舒服吗 你會覺得很舒服嗎 還是這種股票做起來會比較坦然一點 是不是 我這樣講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目前的股票市場 隨隨便便都是這樣子 降九十幾檔漲停板 當然今天也有跌停板沒有錯 但是會不會太誇張 我的意思就是有必要這樣玩嗎 這個已經是瘋狂 這等於是賭性 這個市場已經變成一個賭場了 在我個人的認定裡面是賭場了 因為不用分析 你只要用賭的 你猜看看 猜對了就猜對了 猜錯了變這樣 猜錯了變這樣 猜錯就跌停板 猜對了就漲停板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說這檔股票 我今天在Telegram有談到它 我在這幾天節目也講 我說合一有受錢均5.3億對不對 因為它新要嘛 那壽錢均的部分它分為 里程金跟簽約金 那簽約金當然是它也先拿到 4千萬美金 然後另外就是其他的 里程金的話就是分每一年每一年給 那總共是160億 那全部都拿到 就拿到110億 那如果拿到110億以它的股本來講的話 它大概是賺到4點多個股本到5個股本 對不對 那你會覺得說這樣不貴 4500塊怎麼會貴賺450塊的股本 EPS這麼高 那問題是你這要分幾年嗎 是馬上拿到是不是 所以我要講這個道理就是說 為什麼合一的股價它會高過於台積電 這完全 我認為完全是難以想像 完全不合理 因為台積電 它每一年都可以賺十幾塊 十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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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塊再賺 而且是不管哪一年它都有辦法這樣 而且每一年都賺 你都分給股東 十幾塊 十幾塊 十幾塊的現金股率 它很穩定 它每一年都很穩定 可是這個拿完就沒有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那你說這個價錢從 一二十塊跑到這個地方來 那很多投資朋友會願意買這一檔 卻不願意買這一檔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我現在講的不是要批評 合一不合一的問題 我只是說 為什麼你願意花一張四五十萬塊 去買合一呢 我很難想像 我真的很難想像 不是說今天跌天板我才這樣講 我是真的我很難想像 因為新藥這個東西開發出來以後 它本來價格就應該漲 因為它拿到了真正有藥可以賣 原料就是新藥可以賣 真的可以賣錢 它真的有賺錢 真的是會開始賺錢 問題是 四五百塊會不會太誇張 我這樣講你懂我的意思嗎 它會一輩子都一直拿去收錢金嗎 它搞了一二十年才拿到收錢金 那專事太厲害對不對 好 那問題是價格在這裡 你願意去跟它長期投資嗎 你覺得法人會長期投資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可以跟你講 保證不可能 好 幾乎是零 我可以跟你講 這是投信你的最愛 我們家的投信 我們最相信的投信自己人 一張都沒有 這是古時候的 是民國103年104年 105 105 106 107 108 109 一張都沒有 如果有這麼好的話 為什麼我們的投信 這些專業的人士 為什麼他們都不要來呢 為什麼一張都不要 我要告訴你的東西就是這樣 你要追逐一個風險 卻沒有考慮 追逐一個利潤 卻沒有考慮它的風險 那就是賭博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節目 下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歡迎回到節目下 好了 我們不要去批評任何一家公司 不要說升級股等一下我就講 我跟你講你自己去評斷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如果我不是分析師 我什麼都不做 我就一直觀望 那我們說等以後再買 不是講的是升級股等以後再買 不是這個問題而已 是我認為這個大部分的股票都太貴 貴就是貴了 這個是一個價值的東西 股票市場其實就是有價政界 我常講過 你要用多少價錢跟他買 你買了以後 他如果價格會更貴 你就是賺錢 如果你買到一個東西 它是缺貨的 或者它是稀有的 它有增值的空間 這跟股票有下增見意義是一樣 如果你買的東西是太貴了 那可能未來就很難再增值 那可是你買的東西 大家也有買 不是只有你 不是只有你有 那如果別人賣下來 就會傷害到你 所以我們市場裡面變得很貪 我是覺得已經誇張到這種極限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美國股市都沒有跌 那美國股市為什麼都沒有跌 我也跟各位解釋過了 美國股市在漲是在漲堅牙股 我一直跟你講要背起來 不是漲任何的 美國所有的股票都是漲 沒的事情 大部分的美國股市都沒有漲 都是漲堅牙股 那為什麼講到堅牙股 因為堅牙股最強 堅牙股的權值太大了 它可以把指數撐住 讓你看起來走馬看花 你以為說指數好像很強大 可是事實上破綻百出 所謂堅牙股就是蘋果店 蘋果電腦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當然這裡沒有了 不然我就拿給你看 蘋果電腦在這裡位置 2月份美國不是有一個高點 後來這邊就是新冠肺炎病毒 就是崩盤 蘋果電腦在這邊位置是 327.85 327.85 這個位置相對這個位置 蘋果電腦是212 也是大跌要四五層下來 蘋果電腦 那現在目前這裡位置 蘋果電腦是393 遠遠高過於327.85又多了兩層 它是全世界最大咖的市值 它的市值高達1.6兆 1.6兆美金代表什麼樣的概念你知道嗎 1.6兆美金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市場所有的股票1千多檔 把它買起來 還有這個市場裡面的股票 所有股票都把它買起來 總共才41兆 全部把它買買單 41兆你要花41兆台幣 把整個市場全部買起來 兩個市場 可是這樣買起來花的錢41兆 還不能夠買蘋果電腦下來 因為它1.6兆台幣 1.6兆美金 第二大市值是微軟高達1.5兆 第三大市值是亞馬遜高達1.5兆 所以他們叫做尖牙股 另外像臉書也是尖牙股 Google也是尖牙股 手煉到這五檔股票 全部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像Google那更誇張 跑到三千塊 所以你看到美國股市 就是這些股票所填下來的 那我是跟你講這些股票 因為這些尖牙股 還沒有跌的情況之下 當然這個會維持強勢 可是為什麼道瓊工業指數 跟SPY指數不一樣呢 因為他們沒有尖牙股 這裡只有一檔尖牙股 就是蘋果電腦有這邊掛牌 蘋果電腦也在這邊掛牌 所以它還能夠維持勉強 還能夠維持反彈 那飛沉半導體最大資質是誰呢 NVIDIA 是輝達 所以它是最大全值 它的全值 輝達的全值是 飛沉半導體的光棍 它大過於 Intel跟台積電ADR 第一名 所以因為飛沉一直持續撞進高 所以你看起來 這個好像還不錯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任何再強勢的股票 它漲太多之後 你要小心拉回 除了連這些以外 當然還有一檔股票叫特斯達 特斯達也不是 也不是在飛沉半導體 或者是NASDAQ掛牌 也沒有在道瓊工業指數掛牌 也沒有在SPY指數掛牌 因為它之前還沒到中 可是它現在已經跑到兩三千億的美金 所以你看到美國股市 其實都是特定股票在漲 而不是你所認識的什麼金融股在漲 沒有這回事 或是航空股在漲 沒什麼事情 都在你落落 就是有反彈沒有錯 但是沒有你想像中這麼強大 可是台北股市 很多人不知道說 你漲這個叫合情合理 因為它最強大 因為它所代表的台北股市最大市值 它當然要補漲 它沒有補漲的話 台北股市怎麼可能會漲起來 它是第二大市值 它是第三大市值 漲這些我都不會有特別大的意見 因為它是一定是買單的東西 可是如果有些股票太誇張了 那個其實基本上都是主力股 那其實主力股也是 主力也是個人嘛 我只是說它安全度比較不高 因為很多都不是用EPS在算的 不是用基本在算的 用炒的炒作的 那炒作也是漲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我就跟你講 如果說已經太高了 炒得太兇悍了 那人家炒作的目的就是要賣出去 不然他們怎麼可能會永遠要一輩子 要把股票拿回去放在倉庫嗎 它的目的不是炒起來要賣給你嗎 但是你盡量不要去 接到主力要賣給你的股票 那否則的話 那你一下去的話 那還得了 那個叫關門放狗 你跑不了 那現在你好像講的很恐怖 現在還沒有開始關門 關門的情況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我只要包含這兩股票 我都還不會說它是關門放狗 它搞不好跌個兩三天以後又漲停板 不一定 我沒有這樣說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說 你等到大盤開始要反轉效 或是大幅修正的時候 大部分的股票你都賣不掉了 因為你現在大盤還OK的情況之下 有些股票就會漲成這樣子 那等到大盤開始要修正的時候 那不是就是跟這裡 當然不會像這麼誇張跌這麼多 但是你只要修正個300點500點下來 那就很受不了了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是講說 現在目前我們的做法 我是覺得說 我在非函他連線也講過 在這邊也講了 如果真的想要做的話 我們就做當沖吧 當沖 反正政府說稅金拿一半 而且我們沒有股票也可以做當沖 限股當沖 限股當沖就是沒有股票買空賣空 就沒有股票也可以做 因為政府溫存我們怎麼做的 那有錢人談怎麼也不好 限股當沖也可以先買後賣 也可以先賣後買很多種 那你當沖的話對不對 像我們今天 我也跟各位同志朋友公開一檔股票 我們做當沖 就是2368的金像電 我們是買我們是開盤之後 壓下來這一瞬間 買到這幾乎是最破最低的 34.75到34.9 這是真的啦 這個是我這貼的規定都有講 賺這一段 你最高到這裡收盤這裡 都可以賺了5%左右 你今天就今日四金日幣 你不要管明天 你今天做明天在這裡 明天在這裡怕算你知道嗎 老實說你這樣做當沖的話 那他們都要說要做破斷 那人家的事情嘛 我說明天人的生活不一樣 他們願意賣風險 他們願意去賭 我不要嘛 我今天你是我的觀眾 你是我的會員 我只是誠心的建議你不要賭嘛 但是至於我 如果你認為我講的不對 那不要看嘛 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每天說都一樣嘛 說到自己都會煩 你了解嗎 真的很煩 你知道我意思嗎 而且不得不來講 加入Telegram 193008 我想我在這些東西 這些概念 我在Telegram 平常我都會跟你講 都會解釋 為什麼盤勢是這樣 那至於盤勢呢 我是認為說 就是看這一檔 這一檔停下來就停下來的 就是很簡單 你就看台積電就好了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拜拜 本部公司 本部公司 於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